肝在我们人的身体中,主要提到帮助人体新陈代谢为主的作用,除此之外,血肚、白血和分泌打质,调节血液等也是肝的功能,肝被处置为人体内的五方之一,可是肝脏也是很脆弱的,由于很多人生活不注意保护,导致肝脏疾病多发,包括乙肝、下肝、病肝、肝硬化、脂肪化、肝癌、肿心肝等等多种肝病, 是一种常见的危害性极大的疾病,因以及基于包围主,菊花茶养肝瓶肝,清肝瓶目的功效,可加肝果,含有的多种氨基酸,类生素和微量元素,菊花茶,能修复肝脏,贫抑肝肝腰,清肝瓶目,肝果旺盛,而且它味道清香为新,它清热解度,去肝果效果超好,福尔茶,福尔茶的茶性比较温和, 它起到暖胃不上味的主要功效,而且,经常喝酒,吸烟的人群,在日常生活中常喝普尔茶的话,会改善脂肪肝的症状,还会降低酒精对身体所引起的不适,西红柿,西红柿是我们生活中经常吃的食物,不仅美味,而且名价值是非常丰富的, 实际上的食用能有效预防肝硬化的发生,隔根在农村很多,别看它丑,用隔根泡出来的茶,是一种声称,对肝脏具有很好保养作用的草药茶,它对脂肪肝,酒精肺,都有很好的看护作用, 一用此茶,可以达到酱汁,酱糖,补气氧血,输肝磊气,护肝保肝等功效, 薄荷有其神节育,化合胃痛及头痛的能力,薄荷茶促进新陈代谢,增强体力,震惊紧张兴趣, 帮助消化,长期饮用薄荷茶,才能够起到养肝护肝的作用,远离脂肪肝,肝硬化,胡萝卜富含维生素A原胡萝卜素,被称为养肝健康第一美食, 这是因为胡萝卜素被人体吸收后在美的作用下,50%的胡萝卜素会变成维生素A,而维生素A是有补肝凝目的作用的, 对肝病患者来说,常吃胡萝卜可以提高维生素A的水平,间接预防癌变, 寄菜,寄菜清热瓶肝,消肿沥水,寄菜性凉,胃肝,龟肝,肥,皮银油和皮皮肝肝,清热瓶水, 小肿脂肾的功效,寄菜中的维生素B能帮助脂肪肝患者去吃,消炎增强免疫力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